这边会不会长 完全拔变型的 你以前指甲是不是很大 你这次去 他还是让你拔 我这次去他就说你要不想 你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来拔 你去找一个诊所 他给你修一修 来一个样的话没有办法 你只能修一修 对 你这钢渣有几天呢 钢疼有几天 钢疼有几天 嗯 嗯 钢疼有几天 这边面是要扎的 哦 因为我之前是想换了几台 我想换出来 自己没法剪 自己比较简单 不用害怕 这不会就是挖出血 正常都不会 你这没那么严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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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哈哈哈 这这块之前 真的想了 想了 你看 是不是又干了 那里 你 别死了好多了 哦 那另外一个 能不能稍微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对 所以说 你不要去拔指甲 你看拔了四次指甲 都完全拔了都萎缩了 但是他就是 你去采了几次 就是他比这个米卡多了 这里没有很多脑 你看出血 哎 炸骨炎 再严重 都不用拔指甲的 然后我就不知道 然后干着做 你就叫 叫找 找专业的 修一修 然后 消灾员 它就好了 然后 我当时不知道 有这种 诊所 然后就 去医院 嗯 嗯 舒服多哈 这边也有一块儿 你这个 真是拔的 就是形状变形的厉害 对 对 就是每拔一次 它就会变少一点 然后每个人就 齐心惯状 越来越严重 对 对 每次拔 后面的长刀 都不平衡 那样 都长在那里 挺爱的 那时候 这个吃饱 是 是不是 你要 还好 你要是女孩 还好一点 就是 那女孩 做个梅甲 给她盖上去挖呢 哈哈 哈哈 这不是 有年人 拿着梅甲 太快了 也有个人 也有个人 都长得 跟甲医有关系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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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ok了 你看 舒服的了 这就ok了 大概一